今天给大家对比一下这个黑真胶反而跟正品有什么区别 我右手边第一双是正品 右手边第二双是OG版本 右手边第三双是这个S2版本 首先我们对比一下这个马哥线 这个马哥线OG版本做的和正品是比较像的 因为这个线的中间它是没有多凸起 然而这个S2版本这个线的中间是比较凸起的 因为时间关系其余两双我就不对比了 这两双我也发在公众号上面 公众号上面有这个详细的图文对比 或者有问题都可以咨询 下面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个后跟 这个后跟OG版本做的是比较好的 它和正品做的是非常像的 不管是饱满程度还是这个后迪拉 后迪拉上面这个弯曲程度都和正品做的是非常像的 这个S2版本这个后迪拉做的是差了一点 还有就是它的屁股是有一点歪的 下面对比一下这个鞋底 这个鞋底主要是看这个深胶颜色 正品这个深胶颜色是比较深一点 而这两双仿的这个深胶是浅一点 下面对比一下这个鞋底的布什特 正品鞋底布什特它的颗粒感是比较大的 而且是呈油性 OG版本对比正品是相差不大 再看一下这个S2版本 S2版本它是没什么颗粒感的 而且它是呈干性 正品是有一点油性的感觉 今天主要是对比这几个细节 其他细节相差不大 我们就不对比了 因为这款仿的外观和正品相似度在90%以上 从外观区分真假是比较难的 如果你们不懂得怎么鉴定这款鞋 可以找我们鉴定 鉴定都是无偿的 或者你们想看什么球鞋真假对比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好吗 皮里面 四个点 这些公司 我们需要来讨论区的 我们需要来讨论区的